新聞開始來看這個現場發言的前營中 臨機後 洪智康 加富翔 有不正常的恩來 讓鑑察他彈起來 聽到發言也因為說有違法修例目 也不過因為已經超過十年 的退縮期 所以不用發 另外這輸臨地方發言的法官 但不欠 洪智康在放檔來 聽到發言也破壞四個月的心碎 可以再享受 明天宿介會也好友說 應該要強化法官的感到基障 鄭蘇臨地方發言法官 洪智康 去用監控在任期的時候 小偏放檔來 經過聽到發言心理後 因為他沒有用政黨的方式來理責 真的有威複 他心拍法外及四個月 除了有堅損法官的連結 正職形象以及職位尊嚴外 並使司法公正形象有負面的影響 情節重大 在十幾年前 洪智康就去控訴說 他跟男朋友相親 去給留一天心 洪智康後 洪智康檢記 他說不適合的威複 跟留下屍省省省省省省省 後來又因為夾保加班費 在日空一九年 洪智康 這次洪智康查到 他跟銀行交代八百萬後 為了專照給朋友 放檔來來撐裡頭 不過他現在已經不是發官了 跟法國的劑是要怎麼回家呢 如果這個法封的判決確定之後 司法院會進行行政的強制執行 不願意繳納案款的話 我們會對他的產產進行查封 除了台北欽議員 正最高的行政法院議長 臨機後 加一支紅毛政的案件 幾個次受對方送的 三支保養品頂頂不同的行為 就算天蓋歡迎認定有威複 因為超過十年對天時後 十九拍拐便宜 另外有部分的行為是不會受天蓋 法官的理的部分 我們認為還是有加強的空間 讓院長去加強對於 所屬法官的監督 司法官少年少加出紅包 民間司法會認為說 已經影響司法的名聲 就要強化法官的監督規制 四巷不報 大巷就叫口 人家讓這種威複的行為一再發生 繼續 綜合報道